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电的心上是电池 通微是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 同时在N型上我们也是从2020年开始给予了 我们选用的是全球首创的PC路线 我们选用的电池最高效率实际上已经达到了25.8% 同时去年我们开始竞争组建业务 我们在组建上面也是马不停连开展的多项新技术的开发 比如大家能看到的这款组建实际上就利用了我们最新研究的SMPP的技术路线 去做的高杠组件 它的组件功率可以到625瓦 那在以这个百经级率呢 就在182上实际上 这个目前能达到600瓦以上组件 几乎没有 那我们这个也进行综合的尺寸的优化 以及这个电池效率的提升 加上组件 组件这个SMPP技术 以及一些这个切损啊等等方面的优化 这种达到这样一个工具 除了这样的这个N型产品之外呢 我们实际上实际上还有 我们知道这个N型产品采用的是这个规片 它是N型 P型它是规片的P型 那在N型上面呢实际上 这个我们可以采用这个TOMCOM TNT技术 也可以采用这个HGD 大家知道这个一纸业技术 那我们实际上另外一边还展出了我们更高功率 那这一件组件就是刚才刚才介绍的 就是我们最新研究出来的 这个无银化的这个一纸业组件 那实际上我们通微呢 两年三年之前 我们进行进行开始做这个一纸业研发 那在两年之前呢 我们也建成了这个全球手条C瓦级的这个生产线 那去年呢 我们实际上这个通过双面微镜的改造 我们呢这个这个电池效率也做到了26.18 这也是第三方生的效率 那今年我们在三个月内 我们连续三次突破的组件功率 从720瓦到728瓦 到这个昨天我们刚刚对外发布的新闻 这个732.6瓦这样的功率 所以今天敏凯的大压 就是我们把这些组件展示出来了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个一纸业组件呢 除了这个功率高之外呢 我们通微更特色的 就是一纸业因为它用银 在银子上面 在银浆上面成本比较高 那么我们采用这个无银化的技术 采用我们这个通微手创的 通过叶式技术呢 来解决这个银浆消耗的这个成本问题 那这样使得我们这个最终的这个产品呢 不只是它的功率更好 它的成本也更逼自己 因为最终我们的组件实际上 在后院发电 看的是油 看的是作电成本 所以这样一个组件呢 能够满足高功率高效率 以及低成本的这样的组件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在经历做了发布 同时呢 后面我们也会这个 进行这个量产 你还想知道哪些有关光复产业的资讯呢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小编会在现场一直待到5月26号 更多精彩 谢谢